科技发达啊 越来越发达 让很多人越来越不想用脑筋了 以前开车人家说用嘴来开车 因为呢 到处问来问去 总是可以问到你要去的地方 现在很多人开车 没有GPS 这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就觉得完全没有办法上路 小心你的依赖性以后 还能不能够这样子依赖法 因为呢 这个卫星啊 已经有20年历史了 实在很老旧 再加上管理不善 明年这个GPS恐怕就失准了 恐怕会有上百万户 都会受到影响哦 上车打开GPS定位仪器 这是很多驾驶人的习惯 不过GPS指示的路径 就一定正确吗 美国官员提出了警告 根据外电报道 由美国空军负责采购管理的 GPS系统 目前有31个卫星 在太空轨道运作 要达到定位9成以上的准确度 必须有24颗卫星同时运作 但因为GPS系统使用20年了 将可能因为卫星老旧 降低准确度 听到这个讯息 使用者都觉得不可思议 卫星导航的东西 它也有白猪的啦 你如果选择它的品牌 它的形象大众化 较好用的 应该都不会有错误啦 如果没准备就没效法力 其实GPS使用范围很广 除了手机汇车 除了手机汽车陆上定位 在军事飞航也广泛使用 一旦定位失准影响很大 目前全球发展卫星定位系统 还包括了俄罗斯 欧盟以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应该有替代方案 电子的产品它越来越强 它再怎么说的话 厂商业者它也是推成初心 一直在推出新的产品出来 对于美国官员的呼吁 民航局表示 美军将在明年发射第三代GPS卫星 GPS不至于会当机失灵 无法使用 主任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